自尹熙岳上台实施亲美的外交政策后 韩国人就经常被整破防 尹熙岳以单方面退让的方式讨好日本 在日本却只能吃四等饭菜 这让韩国人再次破防 他们的尊严在日本那里也就值一碗蛋包饭 大家好 我是郭彬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最近几天韩国人破防的频率特别高 其中大部分是拜他们的总统尹熙岳所赐 尹熙岳为期两天的访日之旅几天前就已经结束了 但这场外交给韩国人带来的耻辱 却永远挥之不去 尹熙岳屁颠屁颠的跑去日本访问 对着日治晚期深身鞠躬 整了一出从太阳的后裔变成太军的后裔的戏马后 又被扒出在日本只能吃四等饭菜 让韩国人再次破防 认为尹熙岳对日本的下跪式外交 让韩国的尊严受到了严重侮辱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 尹熙岳访问日本期间 跟岸田文雄会晤结束后 双方一起共进晚餐 据称岸田文雄给尹熙岳准备了两顿晚餐 其中一顿安排在东京银座的一家受洗烧店内 另一顿则安排在一家创立时间很久的西餐馆 据说尹熙岳以前访问东京时 就曾在这里吃过蛋包饭 而在日本内阁公共事务办公室发布的晚宴照片中 尹熙岳和岸田文雄两人当时吃的晚餐正是蛋包饭 尹熙岳是不是真的爱吃蛋包饭 这我们不知道 但却让美国媒体有机会借着蛋包饭炒作了一番 为日本说起话来 宣称尹熙岳和岸田文雄共进晚餐时 尹熙岳最喜欢吃的蛋包饭出现在了饭桌上 想借此凸显日本对尹熙岳的重视 同时意味深长的强调该食物源自西方 不过与美国舆论完全相反的是 这晚被吹嘘象征着美国两个主要盟友关系升温的蛋包饭 在韩国人眼里却是一种耻辱 有韩国媒体发现 日本政府招待外国贵宾 规格一般分成国兵 工兵 正式工作访问宾客 工作访问宾客这四个级别 而日本这次给尹熙岳安排的是 最末尾的工作访问宾客等级 对此韩国民众忍不住嘲讽 尹熙岳政府对日本是吃力不讨好 有韩国网民一针见血的调侃道 就算以单方面下跪的屈辱外交换来的这次访问 尹熙岳照样无法获得日本的国兵待遇 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的一句 日本用一碗蛋包饭换取了韩国的自尊心和受害者的人权 更是彻底将韩国国内不满尹熙岳讨好日本的行为 淋漓尽致展现了出来 说起来韩国人之所以会因为一碗蛋包饭被整破房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毕竟这对他们而言 意味着自己国家上赶着讨好仇敌 换来的却是被仇敌轻视的羞辱 要知道尹熙岳这趟访问 是用代替日本支付二战时强征劳工赔偿换来的 在前往日本访问不久前 尹熙岳政府公布了向日本索赔 二战期间日本强征劳工的第三方代赔方案 按照最新的方案 将由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的日地强制动员受害者支援财团 来支付这笔钱 尹熙岳宣称 这么做是为了发展日韩未来的友好关系 韩国外长朴振泽表示 希望双方克服不幸的历史发展友好关系 我们常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说好听点 尹熙岳政府为了改变日韩恶劣的双边关系 不惜主动做出退让 但说实话 尹熙岳政府这明白是为了讨好日本 不惜主动忘记日本军国主义 当年对本国造成深重灾难的历史 这样漠视历史伤痕的行为 不算背叛又算什么呢 但即便已经如此 第三下次把姿态放得这么低了 尹熙岳换了的也只不过是日本的一碗淡包饭 都说外交无小事 这不仅仅是一顿晚餐的事 尹熙岳吃的可是国家的脸面 人家看的是领导人下碟 日本用四等饭菜招待尹熙岳 表明在人家日本那里 即便尹熙岳政府主动放递姿态讨好 韩国的分量也就那样 但实际上尹熙岳政府不顾名义放递姿态拥抱日本 最终还是被看清的结果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自始至终都是韩国单方面 在为日韩关系破冰忙前忙后 甚至为了示好不惜主动低头 反观日本这边全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只不过是在尹熙岳政府低头求和时 点头张嘴说了一句赞赏 这时候美国在边上也跟着来一句做得不错 尹熙岳政府就自以为得到了美日的赏识 于是迫不及待拿着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到头来也只不过是换了一碗蛋包饭的下场 如果说还有什么的话 那就是又为韩国增加了一次外交侮辱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